开关电源 大家好 我是电源简修前过程 有时候来听到一块板子 这个是电源和控制二回一的 全部在一块板上的 来听表述是电源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自己修过 这些都接了飞线 铜箔都炸断了 看来电流很大 后继有严重短路 我们来初步看一下 220伏从这一端 这一端和这一端输入 就是这两端 然后进去 可以看到 这只保鲜好像还没炸 可能是老铁已经换过的 可以看到 好的 然后这边的话 有一只热名电阻 已经炸了个缺 我们来看一下 开路了没有 没有开路 然后一路过来 就是滤箔跌路了 我们来看一下桥堆 这颗正方形的 就是桥堆了 看一下它的输入端 没有短路 输入端 也没有短路 经过芯片震荡 这个芯片又是打磨过的 大家看来没型号 这边是输出的 我们直接测量一下输出 看有没有短路的 这颗电阻没有短路 这颗也没有短路 输出没有明显短路故障 然后我们测一下芯片 各脚对地的值 好的 当我们测到这个 300伏滤波电动两端 可以看到 这个值非常小 不正常 正反的是一个很小的值 这个上跌肯定是大电流 可能是芯片已经过了 300伏滤波电动的正极 这出发 通过这个扬器触及到组 然后到芯片 再到D 可能是芯片已经击穿了 就像我们把这个芯片拆掉 看上还短路短路 然后要通过脚位定义来分析一下 这个打磨的电影芯片是什么型号 好的 我们拆一下这个电影芯片 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 它这个底板下边 竟然硬着有这个芯片的型号啊 就是VIP12这个很常用的 上边它就打磨掉 这不是磁地无音300两吗 浪费时间 不过像这种型号 我们随便跑一下板子也能知道 这个芯片太多件了 难不到维修人员啊 好 就像我们再次实测 这颗300伏率我得用两端 好 只无穷大了 我们来测量一下芯片的看一下 5678到这边 好 果然是已经基本计算的情况啊 我们来拿一颗好的来测量一下 这是无穷大的 手机上没有这个VIP12了 我们用一颗MD22H 功率一样的 脚位定义也是一样的 进行代换 好的装上新的芯片 好的已经换好 我们接上220伏输入 上电看它们冒不冒烟 没冒烟 质量输出 没有V0 质量300伏也没有 什么情况 质量输入 230正常 有220伏没有300伏那肯定是桥堆开路或者是桥堆到300伏率波电动这里有问题 断电 好 经济检查果然是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把这个绿油拨开 这里断了没接上 原先这有绿油覆盖 看不到断的 好的已经接上 我们再次上电 看一下什么情况 这次听到已经有风鸣器的声音了 证明已经通电了 我们实测300伏320正常 输出这路5伏正常 下边这路15伏正常 好的这次板子就完美修复了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换掉 虽然可以用但是它炸缺了 已经拆下 看一下已经造成这个样子了 挺刚皱啊 这样子还没开路 10D1110欧的 好的换上一颗新的 好的这是故障已经完美修复 最后我们来清洗一下战场 感谢大家收看